台股今天架跌 亮缩 感觉和天气一样冷冷的 而接下来的盘式能不能很快就放晴呢 我们连线日盛投顾的李秀丽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台股上周五虽然是收黑 不过再往前几天都是往上的格局 那么今天台股掉到8,900以下 是回档整理吗 还是说这一波的公式已经结束了呢 你怎么看 是 在今天的一个盘面当中 当然礼拜一的一个盘式 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上个礼拜 美股的一个干扰跟影响 美股这一波回的幅度 大家感受到一个比天气还要更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部分里面 一部分也是在4月底的时候 FOMC会议 然后再加上这一段时间 美国的超级财报的一个公布 所以当然这一些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干扰因素 那我们也相信台股大概在这些干扰的一个环境之下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做一些整理 那但是这一波的整理 在下方的这个支撑的力道上 还是值得大家跟大家做一些打气的动作 毕竟这个包括下档的年限跟季限的一个支撑 都还是在发挥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相信就台股的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要先站回时日线 那才比较有机会化解这个回撤月线的一个压力 那主流的一个趋势族群里面 还有包括像3D列印啊 二线塑画啊 甚至橡胶的一个族群 也都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